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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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星期過了又是封煙四氣的時間 大家好 這個星期封煙很厲害 真是封煙四氣 對不起大家 是我壞 我瘦了 真的是我錯 太遲了 對不起 沒有問題 遲了三個字 不好意思 抱歉 對不起 隨意玩 隨意玩 衣服可以保持住 雷王今晚要醫圖 也不要說這些 是我的客人在頭頂 胡亂說的 我們今天有幾個熱門話題 除了不會嗨嗨聲 對不起 我之前不知道 是因為耳環的關係 除了 我們今天有幾個熱門話題 會說 非常熱到火爆 今天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 火都來了 他們會說PK旺 真是PK旺 這個我們會說 沒錯 父母預知了兒子是個混蛋 這個加州事件 我們會說 當然大家都很想聽 兩位說 加州事件 不就是美國的加州 香港的加州 美國加州的香港版 的奶夜事件 還有鄰近地區 南海的爭議 真開火不是假開火 還有一宗是放榜 放榜 還有什麼呢 DSE放榜 連署也很大件事 連署 很狠忙 即是韓戰真人灣 你看了沒有韓戰第二 看了嗎 這麼快 還沒看 還沒看 人們說有很多含意 政治含意 即是預告有一個 臉記風雲 現在果然出街 麻煩 Operator妹妹 即我的貓女 幫我們分享她 首先在未進入正題之前 就講一講 很多人問 我見到 真是怎樣 反應 很多人問 如何收聽 很多人問 老實 第一 如何收聽的方法 和重溫的方法 現在講一次 OK 我的兒子都認識 你想想 這麼容易 就是怎樣 第一你可以Facebook Live Facebook Live 如果你看的話 很感謝你的 原因是什麼 因為可以視乎到帳戶 雖然說 Facebook Live 它不算錢的 但是如果多些人看 我們多些人 你明白嗎 會多些認識 第二個就是YouTube 我們放上YouTube 大家可以在YouTube看 YouTube你看的話 更加感謝你 因為越多人看 我們會有廣告收入 因為我們是沒有錢的 你知道嗎 第三個方法 就是現在是有MP3的 那MP3呢 之前有些人 有些鼓措 就說下載不到 唉 就是因為 你說什麼 我誤判 我恐懼 我恐懼 我要加強設備投入 沒錯 因為我們猜不到 爆了 爆了 居然多人聽 然後我們爆了 雲端爆滿 太感動 所以我們會找一個新的解決方法 就是擺到一個地方 任你們下載 不會說爆 拿不到 有些人就問 香港網台會不會有 為什麼我以為冷氣開了 這麼邪 很冷 有人就問 會不會有香港 我起不到身 香港網台會不會有 有沒有自己的APP 交代一下 香港網台 我們其中一個拍檔 然後探長就聯絡了那邊 那邊似乎是答應 肯幫我們擺 但是呢 人家是義務幫你 你沒辦法追求人家 這樣 就看他什麼時候方便擺 這樣 是的 自己的APP 是不會有的 因為 請請請請請 請請請 暫時沒有 慢慢來 免得又爆滿 被人問責 是的 如果大家可以的話 就幫幫忙 看看YouTube也好 Facebook Live也好 勇約留言 你可以讚他英俊也可以 好 好了 開始說了這個什麼 主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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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開了記者會 是 今天下午 我是覺得很QR 我是他 我就不會走出來說話 你出聲明不要緊 但是明明最火滾的地方 就是他一副受害者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記者 你有看到嗎 我沒空去看記者 你沒空 不要緊 他說他投資了很多錢 但是他也是受害者 是的 我是受害者 我記得先前他也有說過 在很闖署的情況下 就被人哄他的投資 幾千萬 幾天之內 決定幾千萬的投資 就報警 Exactly 一下子就說中了 幾個更新點 就是我們把這個 簡單說一說給大家聽 好 就是這個PK王 他真名 中文名叫做黃炳權 他四度稱自己是一個苦主 他是一個受害者 OK 這件事簡單來說 According 他的版本 就是他買了一間公司五個月而已 他就已經 住了七八千萬進去 那他就 住進去 住進去 住資了七八千萬 所以買了回來還要住資 是的 他說 他不停地說 可能不止 他說不盡不撤 我聽到他很多次說不盡不撤 其實我也想說是不盡不撤 但也沒關係 他說他入股公司五個月之內 住資了七千至八千億 萬萬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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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害怕 很暈 對不起 期間未間接或直接 取走公司一分一毫 如果有看過這個記招 bear with me 容許我說幾句 給一些未看過記招的人 知道發生什麼事 四度稱自己是苦主 他說他是一個投資者 他不是營運人 他買一間公司 就是去年十二月的事 他的教練 叫鄭家達 即是有個大隻佬哄他 是的 小鮮肉受害人 是的 也是教練去哄他 但這次不是十五萬拉斤 這次是哄他給了不知多少千萬 買了這間他明知虧損的公司 你聽著 這個就是最吊詭的地方 因為 其實今天新聞也有說 根據2014和2015年度 他分別是虧損四千幾 和三千幾萬 隱約數字 我不太記得 OK 總之不是幾百萬的 也不是一二千萬 是三四千萬的 range 是一四和一五年都是這樣 那時候買的話 去年十二月 即是一五年的十二月 沒錯 鄭家達 這個教練 就跟他說 老闆病了 他不管事 我和你拍照 齊齊賺錢齊齊發 即是虧了幾千萬 然後他就說 因為他好憐憫 所以他就趕快完成了 因為鄭家達 就說 16日之前要完成 老闆等不到 還有做另一個買家 那些 一貫伎倆 他就很沒有陰功 因為好憐憫 和信錯人 他就說 不信殘言 鄭家達的殘言 這跟憐憫有什麼關係 就是因為 上一首的老闆很生病 抱歉 有人說很心急 那些可能未知道我們正在做 所以麻煩你幫我更新 大家好不好 因為《決戰中環》 現在還未見到的 麻煩你幫我們上傳 未見到的Live 未見到的Live 對 那Forum 對不起 我稍後會回來講一件事 等我上網 先上網 是 Forum 分享了 OK 為何會在我上傳 在哪裏 Default錯了 Default錯了 OK 那我先分享一下 《決戰中環》 那邊 大家不知道 不是 因為不是在forum上傳 而是用了我來傳 OK 不好意思 大家很快 我是像男人一樣 一心二用不到的 不要問我為什麼 因為女人一般是可以的 但我真的不行 我看到自己的Live很肥女 不是啊 不要看 不要看 OK 好 回來講一件事 精彩的秘方有幾件事 加利福利亞州這位PK王先生 這位PK王先生 簡單說 整件事的始末就是 他被他的教練困了 他被他的教練困了 對 他說他的教練 說自己有做Dial Diligence 即是賣東西給他 自己有做Dial Diligence 他說有 但是 買那個有沒有做Dial Diligence Exactly 首先幾個項目 很快說 不好意思我發聲給阿沙 沒問題 因為我旁邊的一個銀行員 最熟悉這些東西 買一些 Emerge and Acquisition 最熟悉的 各位 廢如我一個無知的婦女 都可以告訴你 第一 如果這件事真的如郎先生所說 不是 PK王先生所說 麻煩我們香港的池外警察 商業罪案調查科 麻煩你一定要介入這件事 還有海關也是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很明顯 According to the 版本 是商業詐騙 是不是 人家賣公司給你隱瞞債務 喂 好大件事 他刻意善你 這個真的是商業詐騙 你必須要報警了 王先生 我們偉大慈愛的母親 所以這個報警員 沒有黑記招 是的 黑記招沒用的 是的 苦主只有他一個 是的 他真的很慘 他很慘 他開記招 不會喚起大眾對他的 因為苦主只有他一個 他是很慘的 所以麻煩海關和警察叔叔 幫幫他 好嗎 這個就是如果你相信他的版本 但是呢 坦白說我不相信 為什麼我不相信呢 就是 這一位呢 不是 就是 四十年前的Donald Trump 不是 不是 爸爸有錢 剩下給二世 因為爸爸過了生 突然間有一堆身家 不知道怎麼辦 他不是沒有做過生意 他不是年輕人 沒有經驗 他不會買一盆生意 是不看數的 OK 還有 如果你買一盆生意回來 我當你真的那一刻太忙 whatever reason 你真的被人夾起來 困了 你現在realize 公司真的有問題 你第一時間 你可以做什麼 報警 剛才說了 第一時間報警 你可以 尋文士去告這個人 這個金額絕對高等法院 你就可以宣佈 你這個deal OK 因為有被欺詐的成分 你懷疑 OK 所以 You put it as null and void 即是 當這件事沒有發生過 因為是 裡面有這個 misrepresentation 我又不知道 好不好這時候 搞他打官司 搞他啦 我們最說真話的 免得忽然之間 被人告我們 防外司法公正 都沒有開始 那你已經做了公開 怕什麼 我不怕 你不怕嗎 我不怕 你怕不怕 那我 躲起來再繞一張牆給你 是你講 是白癡仔 標準 公司的買賣合同 通常會有一段 叫做聲明與承諾 是 聲明與承諾 是說的 是 沒有債務 不是沒有債務 而是說 我給你看到的東西 就是全部東西 事實的全部 那如果說 你審計那裡有問題 那些數字又不是真的 基本上 合同的價格 就是作費 是 是 這麼簡單 你還要追索 你露點啊 你違反合同 我追你 那有可能會變苦主 是 大哥 還要苦主了幾個月 五個月 到現在 大哥 到現在 七月多了 我不當你單購 你說你十二月買的 你一月十六日之前 要完結 即是你也有七個月時間 六個多月走不掉 你不是用半年多時間 你什麼都做不到 如果你真的苦主 所以我不信 我不信不止 我告訴我 為什麼不信 他中間那間公司 轉了給他哥 即是買回來的五個月之內 再轉一次 轉了給他哥 他就說 什麼意思呢 他就說 因為哥懂經營 自己不懂經營 所以就轉了給哥哥 但是轉了給哥哥之後 自己公司去清 哥公司本 簡單來說 即是左手轉了右手之後 左手清右手 好了 蕭公司還在這裏 在這裏的過程裏 我再給他 我要給你一個反應 首先 我們不要說 California 他一向的營銷手法 多麼的不良 這個我們一會兒會說 但是 你什麼時候轉手 他好像是兩個月前 我不肯定 如果我說錯 大家可以正確 應該就是說 他知道數有問題 知道資不抵債 五月份 賣給黃倫的時候 即是他的哥哥 知道公司即將PK 即是跟他的名字一樣 轉手給別人 OK 現在就去清 那個轉手人的盤 他自己親哥哥 他沒有看過香港的破產條例 是刑事 這個就已經是 不要跟他講民事了 就是說如果你作為一個擁有人 或者債務人 你明知道自己 有這個不能對付的風險 即是不能償付的風險 即將會破產的 你居然膽敢把這些債務轉走 基本上這個也是 勞人科 阿哥很值得想 也是無法 也是沒有法律效力的 不是阿哥 抵不抵得想的問題 是無權轉走 你那個轉走 你的公司連債務轉走 這一下本身已經是違反破產法 所以你告自己破產 啟動的破產法 你告自己 但是公司清盤 但是他自己不上身 沒有 不是自己上不上身的問題 因為他是有權決定 將公司賣給別人 他是擁有別人 那些債務是他負責的 照計 很明顯是不想負責 你將即將破產的賣給別人 你算什麼意思 就是令人追不到債 還未說完他的戰招 蕭公子一語中的 就是他想別人追不到債 首先 他承認自己 我們循環一天的方向去想 他承認自己 是知道公司經濟有問題 財政有問題 而過去這幾個月 那些銷售員照樣賣幾年會籍 不論是健身會籍也好 還是 這個arguable 為什麼呢 是 銷售員 我就是想說這個點 未必他知道有問題 是的 我就是想說這個點 所以大家先不要討厭這些銷售員 因為銷售員有機會是不知道的 這就是我想說這個點 銷售員自己現在上了 追討欠勝 是的 銷售員未必知道公司財政有問題 但是老闆一定知道 老闆也知道 而他沒有停止 即他沒有停止 到他的staff上 說你們現在只可以做每個月的會籍 不要做那些一次過買四年十年 這一個就是他 為什麼我說他是一個大間 什麼的原因 第二點就是 你想想如果他不叫那些銷售市 不要賣四年十年的會籍 而叫他們繼續賣 容許他們繼續賣 他現在賴 因為記者問他 為什麼你明知道財政有問題 還容許那些銷售市賣 他就說改變不了他們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這間公司 我有朋友在裏面做 所以我很清楚 他們的HR 即人事部 是兼顧做一件事 叫做decommission decomm 就是什麼呢 銷售市如果簽了一些單 哪怕你寫錯一隻字 他都會扣你佣金 就是這樣賤 不是大件事到簽漏名 即人事頂漏的那些 如果你哪怕你寫錯了 或者說少了一件事 總之他在文件中 捉到你的話 即是micro manage 很重要的 他就趁機吞了你的commission 不出給你了 那你想想 一間這樣的公司 如果HR出明 以後公司沒有再有年會籍的話 按年計的會籍 有沒有機會 銷售市可以創造到這個產品 請問一聲 所以這個PK Walk 真的是一個PK 應該當大家是傻的 我今天下午在煮東西 我一直在聽 我的火都來了 我比腦子還熱 你容許銷售市繼續買 其實簡單來說 只是在盡量的水 我盡量的時間盡量的水 這些銷售當然不用知道 如果你們知道 你們有良心 你就不做 不是說有良心 一個很正常的銷售市 就知道你們做了 而沒有擁收 是 中性地來看這件事 那些銷售市不會是傻 第一件事 他不會再幫你賣命 第二 他會先追你賺錢 對 你明知道你再這樣跑水 跑回來的數 不是入自己的袋子 所以大家不要怪那些銷售市 因為我不是說完全不怪 銷售市有別的不良手法 但是很明顯那些銷售市 是不知道這是一個局 即是他是在用不良手法銷售 但他是不知道那個局 自己進入裡面 兩個很不同的層次 剛才剛才說 他是容許一些 繼續用不良手法去營銷 但我覺得可能近幾個月 突然多了Can you find a fitness 的投訴 突然爆發得很厲害 不斷的職位會有吵 新聞有吵等等 不是說只是容許他們這麼簡單 可能是推動他們去加緊 很明顯那些銷售市被人鞭測 沒錯 去鞭測多些水 賣一條巾要15萬 這樣就很明顯了 正常人都不會做的 可能不是一條 可能很多條一起拉 或是集中子孫巾 關鍵是有女教練幫他拉 很美女啊 之後發覺原來沒有女教練 拉又有男教練 才知道自己上檔 這是另一回事 所以這件事怎麼聽也是一個局 還沒完 還有時間去數他 可不可以證明一點 做賊 這間公司的程度如何呢 我有一個朋友 他以前在裡面做經理 他煽親 在公司翻任公期間 煽親 公商 公商 第一時間 就是 簡單來說 直接是解僱了 但是 可以解僱了公商 不可以的 公商不可以解僱 這個才精彩 就在他弄親的時候 就說 我們收了封信 封信是後期了 你明白嗎 後期了就說 我們昨天就想給你了 就是因為你的工作表現 如何不理想 又遲到又早退 這人不好 那人不好 又工作未達標 就是廉政阿姐 明明一年前說 他表現很出眾 但是突然之間 現在又說不行 一年前就得獎 現在 就因為 不知道為什麼 他弄傷了那一刻 他就會收到封信 說他很不理想 然後就要解僱了 即是又是局 是的 那我那個朋友 那些單位上了他的勞資審財處 其實我就叫我這個朋友 讓我通知他 但是他就說不要了 即是你可以說是 因為如果已經是法律程序 你確實現在出聲 他就不太合作 是的 所以就任由他 他就 他不方便 就不要逼他 但是 簡單來說 你又聽到他 他會把那些工作人員努力 賣回來的單 DECOMMISSION 拼命剋扣 拼命剋扣 盡一切的能力 可能你用圖改的東西 他又要剋扣你 你塗一隻字 你串錯字 又要剋扣你 就是故意挑剔的 這些就是 大哥 小學 是嗎 寫錯是否發抄 大不了 不用剋扣 人家都是賺錢 其實那裡已經有打官司 人家沒有底薪的 你知不知道 沒有底薪的問題 而是到底你的合同事法合理 你還要執行合同事法合理 你做了生意 賺了錢 你不結帳 就是這麼簡單 明白嗎 公司不會受影響 公司沒有問題 他不會因為你這張東西 有淘果液 他就收不到客人的Payment 不會的 好了 然後再說下去 怎麼了 你要落地了 好了 好了 玩 好玩 好玩 掙扎 掙扎 嘩 整件衣服都沒有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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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差 好 差不多 快點 過去幾個月都是這樣 如果公司不是逼他 他會否說是投票 其實 就是 種種事情 然後 我還想說的 point 就是 他現在一直都說自己是苦主 你沒有去打官司 你也沒有去報警 現在最善的部分是甚麼 你要記住 不論行籠也好,場實也好,甚至新同機,不知有那麼多個業主 他有21個地點,據聞,還是12個地點 那些業主加起來,都不會有他的筆數那麼大 他們加起來有,拆開自己個人是沒有的 這件事清盤之後,裡面的貨品賣了 有很多是自己的 有自己買的? 有些是買的,有些是租的 有些是購買的,有些是租的 會發生什麼事呢? 他就是第一債權人 大家聽不明白嗎? 我說什麼? 即是說,他戶口裡面剩下的1600萬 兼夾能夠變賣的所有東西 出了貓毛,出了來 剩下的錢,由於他吸入公司的錢最多 他成為第一債權人的話 就是第一個分給他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staff是拿不回來的 你這些會員就算去控訴 走去報告,不要動 都是拿不回來的 有 因為最大是他 他可能放了億多 因為他說7000萬 我記得五個月 還有他買生意的錢 多過3000萬就已經是億多 這塊錢會大於其餘的欠租 所以第一個順位是他 第二就是業主 第三就是不同的staff加加賣賣 他怎麼會是第一債權人呢? 為什麼不是呢? 他是股東來的 原本 但是他現在稱自己 我在想 其實他是股東貸款 你股東貸款和你的股本是一樣的 對,次序 你左手簽右手說 我欠自己錢 我說我是自己第一債權人 可能 我覺得會是 這件事 如果不是他清了盤呢 他清了盤 你的看法是他不會先派給自己 他當然會先派給自己 我經常覺得他在走這個方向 會不會突然吐出來的意思 第一債權人不是你說 破產管理官說的 你寫了幾個規劃 我們是第一債權人 沒有意思的 到時你要看破產程序 你的觀點是判的 不是說你想怎樣處理 就怎樣處理 你處理了都吐出來 怎麼會這麼多破產官司 打獲金 我問你 如果 我呢 雖然貓女麻煩你幫我回覆 有些人說 Hello anybody here 聽不到嗎 對 麻煩你 他真的收不到你什麼事 這麼問 剛剛的 最新的 有個Brian 有些人還未知 麻煩你查一下留言 看看他們 未知的人 就幫我把連結給他們 好嗎 OK 貓女就認我 工作人員第一 那些觀眾都很聰明 所以你不是說 你自己說 其實都不是工作人員第一 是政府come first 如果你沒有交這個 政府的稅 和其他那些 例如政府要登記那些 成本的那些 那些東西 永遠都是 第一 債權是政府的 第二 就是按法律的規定 他沒有說錯 例如員工 其他那些債權人 因為法律上不敢規定 你看 但是他現在 他的如意算盤 如果是將自己做第一債權人的話 有什麼辦法可以做到呢 即是他一路說 那個苦主啊 我是投資者啊 我被人騙啊 即這些會幫到他 建造他的故事 沒有意思的 視乎你的錢 怎樣來 還有去哪裡 即是他的錢去哪裡 交租啊 交租給自己啊 交租給業主 還有拖租 當然也是 顧之前有拖租的問一下 他有自己物業的嘛 沒有沒有 他沒有自己物業 全部租的嘛 全部租的 欠業主 是啊 起碼業主也優先過他 所以 但如果是我剛才那個版本 就是說 如果他說 因為他賺不到錢 所以他把錢放進去 交租 那這是shelder loan來的 因為他有這麼說 我就是基於這件事而這麼想 就是他說 他把錢放進去 左手簽欠單給右手 就說我公司欠我錢 我幫你交租 就像以前阿士那樣 就出糧當欠債 就是something like that 那問題就是 他真的一個崩也找不到 這個就很吊詭 這個很吊詭 因為大家每個月都有交會費 除非你一試是prepay 還有這幾個月肯定是 吸收了不少水 你想一下 平均每個人交了多少錢 會費 過萬的 每個人不同 每個人都不同 最低啦 拉根也十幾萬 媽根也十幾萬 我不算你的媽根 標準 是 平均政府主 平均每人都損失一萬 有多少個 會員 猜吧 其實他有個數 肯定過千萬 他說是十億 收了十億 我現在再看一次 有這麼多 很誇張 你先說 我馬上去找 你算數 你收了這麼多錢 你去哪些地方去的 我真的沒有看錯 我居然是挺好記性 有立法會議員 更股算 其收取的會費 近十億元 有員工擔心 有人偽造帳 說挪用資金 那些錢去哪裏 極有可能 一這麼大不數 都說 你不可能這樣 掠水法 居然是不夠錢交租 你只想他長間多少錢租 好像很貴 他現在說流動資金剩下千六萬 但不夠給租金和薪金 三千多萬一個月 所以這個時候 就結業 突然之間結業 by the way 11日我還準備 到2日12日上課 即是餘間那間 然後 他說一個月花多少錢 三千多 我讀給你聽 他說 我直接把記者的問題 和他的答法告訴你 他就說 既然說到整個都是局 為什麼賣給你哥哥 是不是想你哥哥受害 如果你一早知道有問題 為什麼不結業 向員工交代 或者遣散員工 PK就回答 我找黃倫 是我覺得不適合做這行生意 我跟教練講 想減少少薪金 全部不需要 你想想 最高兩個教練出三十幾萬 哇 很多人拉筋 你們個個都可以轉行 整體開支來講 教練出糧佔一個月千八萬 公司一個月盈利得四千萬 哇 好像很少 公司盈利四千萬 他沒想過教練出的糧 是他應得的 教練賣回來的 大佬的會籍 一個月盈利四千萬 很厲害 那你三十萬一個教練 是很值的 如果這樣說 他說租金佔一千多萬 基本上公司每個月都虧本 聽著 千八是教練 千多是租金 我給他盡量三千而已 對 但你說四千萬 盈利 對 一個月 對 很厲害 一個月盈利 那會怎樣虧錢 大佬 我不明白 所以要問你 我的數目比較差 我做差 很差 我不明白 為何會這樣 很厲害 叫他 一個月 一個月盈利四千多萬 如果扣除賣 我當你無收入 我當你無收入 你簽了四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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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金收 大佬找了一張卡 你不會收不到 那些卡 公司不會走路 然後有三千萬 是皮罰證 如剛才所說 是那三千萬 你每個月都剩一千萬 每個月剩一千萬 你中六合彩就剩一千萬 你每個月中一次六合彩 不要緊 不要緊 我當你毛巾 水機 我當你一粒一粒一粒 算了 大哥 你也不會一千萬 沒有了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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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這麼厲害 還有 內幕消息就是 全面的員工 我的冷氣很冷 Merna 可以給我採用採機控制嗎 對不起 這個其實不錯 不是那部 是我後面那部 是 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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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想有 好繼續 下次再給我披抵你 全面員工是7號出糧 就答應他們12號出糧 那你明白發生什麼事 11號晚上出貼 出公告 明天就沒有了 全線由現在開始結業 即是全職員工被人哄了那五天是逃了數 是六月的薪金 不是七月 六月未出 即是他簡單地說 他是拖了所有人過半月的薪金 更加可憐的是 有些兼職員工 因為他們原本是十五日出薪的 更加見不到 而中間我看到的過程就是 當他這個醜聞出街 然後新聞開始報道的時候 有很多先生 教班的先生 就已經先知先覺地不上班了 聞到了 但是我的儒家先生就說 我們是要正確的 可能他會找到買家 他找到買家就沒事了 像阿士那時候也有機會 這個比喻好 這個比喻好 我當然不忍心傷害我的儒家老師的心 真的是正能量 他真的說正能量三個字 我真的不會一直傷害他 因為我真的很想跟他說 傻妹 是兩件事 阿士是傳媒 傳媒是土共政府的統戰目標 他一定要搞定維穩的機器 他會找人買 你為了表示愛國 你要粗啦 紅頂商人胡雪岩那一隻 借錢給政府 借到破產 混蛋不加產 但是問題是 你一個儒家中心 還要這麼多年來 出名你的銷售手段 個別害國人之馬 不是全部人都是壞的 說真的 因為我都說 裡面的儒家先生是好人 很用心教 甚至很多人 劈砲不做了 走了 知道沒有薪金出的 他頂到每天頂別人 頂多三五七堂 日日要回 明明一個星期三天 變成一個星期七天 有沒有OT 錢的 沒有 沒有 如果出薪金給他 他連車錢都給你 很可憐的 所以 這麼好的員工介紹給我 我真的要請人 很好的女仔 真可憐的 介紹給我 你怎麼樣 你真的不怕 你整天不怕介紹女仔給你 你有女朋友 他懂什麼 瑜伽 靜光了 立刻掉下來 我打算有些行政 會計 人家的 passion 是教瑜伽 他請他去訓練你的伙計做瑜伽 我的伙計已經很辛苦了 不需要 已經經常被我拘捕 已經被我拘捕了 腦裡面的筋 拘捕一下筋 你說每人15萬 每人要跑送的 幫助是員工福利 加州這件事如何盲美 不知道 我問你 你又有legal trading 沒有啊 報警 你是一個banker 擺明是一個局 這個 做賊更厲害 我現在看聽眾的留言 其實有一堆 你們說吧 拜拜 我看東西了 不是啊 局中局 有一個聽眾說得很對 是局中局 這些是爛筷 什麼是局中局 爛筷一樣 這件事情 哄幾哄呢 這些可能是高手露千 不是高手露千 因為先前已經說了 出了很多次事 你任何這些預繳費用的會籍 都是很危險的一件事 因為你的消費者 完全沒有保障 你預繳的東西 並沒有表示 你可以得到任何回報的 而且他不只是預繳那麼簡單 是有一些特別差的銷售 不一定是教練、師傅那些 有些特別差的街邊銷售 真的專門選擇他認為可以入手的人 我有個朋友試過 因為他需要服用精神科藥物 那你的人就會肥 而且你的精神跟一般人 當然是比較差一點 他就在街邊見他經過 就拿著他不讓他走 然後不斷圍他 圍他 圍了兩圍 結果他是 在不知就女情況下 就簽了三萬多元 算少了 但是對他來說很大件事 因為他已經是需要家人照顧的 不是他的經濟不能夠獨立 這件事對他家人 也是一個很大的經濟打擊 也會影響到他跟家人的關係 家人怎樣疼他都好 怎樣關心他都好 聽到他這樣都一定是罵他一頓 結果真的就這樣就沒有了 追不回 所以這些銷售手法 有時候真的難怪別人 就是社會輿論 很多時候對那些收不到薪的教練 或者銷售員工等等 就不太寄予同情 因為真的有些害群之馬是很差的 還有沒有什麼內幕消息的 你們先說 我現在正在覆人 Kennie Sue說4000萬是生意額 那我就會避免給你 大數 那他不是說turn over 他是說是盈利 那我會避免給你 生意額和盈利兩回事 如果他說3千多萬一個月 那他都做過1000萬的營業 如果他說那個營業額是4000萬 你那個開支是3000萬 你的盈利是1000萬 如果那些盈利是4000萬 你就加回3000萬 你的收入是7000萬 有沒有7000萬 這個我不敢說 我真的有點懷疑 他說買一間公司 是買了5000多萬 5千多萬 然後在五個月之內 又租了7、8千萬 那就是一億多 他說自己是大大受害人 最大受害人 最大受害人 很慘 真的很苦 很苦 沒有東西看沒有聲出 有個拍拳拉兩分鐘前 OK 如果斷了 就是很難頂 呂王聲音不斷重複 惡頂 不好意思 現在沒事 試一下reload 不好意思 對不起 OK 你們有情緒沒有問題想問 如果有你留言給我 我正在看 意見有很多 不過就是 其實大家的意見 是基於一個 PK王者所說的故事 所以有多真實 大家都不知道 如果有真虎主也歡迎 打進來 我想已經有虎主 銀行現在擺明第一件事 要動他 你這樣就走 業主一定會動你 正常的 你進入這個所謂 破產清判程序 到時有這個 破產管理官 入場 變成這件事 基本上很快會進入 司法程序 不想問阿貴 至於是不是 有些人可以代代平安 可以閃人呢 到時便水落石出 不如這樣說 我們想想 他有什麼方法 當然他想 有什麼方法 是可以讓他走得掉的 現在坐飛機走 physical let's get physical 這麼簡單 OK 你走不掉的 香港是法治的地方 OK 即是不用坐車頭停 坐飛機走 坐飛機走 暫時沒有錢 沒有人出禁制令 沒有人要不讓他走 所以就不用坐飛機走 但這件事這麼高層 如果沒有人做事 都不可能 是嗎 各大業主 沒有理由不追他交租 這麼簡單 所以你看到好笑 為什麼這件事會爆 最近你記不記得 因為黃埔 黃埔突然之間停 他初時還要出個帖 大家想想他有多老實 做什麼啊 你們玩什麼 他們玩什麼 最終玩得出聲 他嫌你不理他 是的 我女兒和兒子在玩 他出了個memo 他說 因為業主暫停設施供應 那我就說 業主暫停設施 設施是你的 地方是你的 業主租了給他 就不管你的設施 設施是你自己做的 冷氣 什麼什麼什麼 是的 有時候說 業主要停電 那我就是 然後 是不是業主停電 不是 很難的 好像不是 有聽說 兩個男士的麥克風要大聲一點 因為我聽到的消息 是有業主向他追回電費 就是說業主沒有停電 因為香港法律是很嚴格的 業主不能夠用停電來逼你交租 亦都不可以用停電來逼你走 亦都就是說 如果業主叫他補回電費的話 或者是電力公司要追訴 如果是獨立電錶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可能沒有交電費 沒有交電費 沒有交電費被人折 只是電燈公司折你 那不是業主折你的 兩個東西 我們呢 其中一個我們很熟悉的苦主 就是我們的前推麥員 貓女的前身就是租薪 租薪就是給了萬五元 有拉筋嗎 十分之一 他由他做瑜伽 他都有拉筋 瑜伽之前要拉筋 拉筋不等於瑜伽 瑜伽不等於拉筋 是不是女教人幫他拉筋 對 又有美女教人 不是女教人 媽媽聲好沙 總之不是一對一 一大群人一起拉 說笑而已 阿祖生也是 很可憐的 我昨天在街上撞到他 我看到他負責出來 就說給我錢 這方面的問題就留言 還有給我們更多留言 另外 我們進入下一個很金的話題 南海 真的很金這個 先說了私事 再說國家大事 很符合我的風格 不是啊 說了本地的私事 這是公眾利益 當然是本土才行 近來本土派很興奮 看到南海現在風煙四起 香港人最喜歡什麼 香港人最喜歡 看人PK 看人混蛋 笑 笑 他們聽節目是先聽本地的 國際事務 他們是很癢的 不是啊 這次很多人都要求問 這件事 發了訊息 他們問了南海 聽不懂 問我講的 大家會忽然下滑掉到地 沒有人講過這件事 為快 因為大家用一個很短時間 看這次的所謂 菲律賓引領仲裁事件 極其量講到 為何說九段線 十五段線 從來沒有人考慮過 這件事的原因是甚麼加科 不只是中國習慣了 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後果 而太平洋戰爭 其實早過第二次世界大戰 開始是三七年已經打起 真真正正的大東亞共榮圈 但不是日本那個 國民黨代表的中國政府 一直都跟日本進行東亞的霸主地位爭俗 所以你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 有很多小動作做出來 是完全顯示得出來 跟現在這個政府的一模一樣 例如 修復先前日本的佔領地方 國民黨的軍隊 是順手收多了很多 例如 越南的東南亞戰區 他順手去接收日本人的東西 差不多踩到南越 是不是跟三橫市條約有關 是呀 那時三橫市條約還沒有簽 1945年日本剛剛投降的時候 是就地接收的 亞太戰區戰場這裡 雖然說是默克亞塞 在戰艦上日本人簽韓書 問題是他最主要目標其實是對日本的 你會發現美國人 其實除了菲律賓那些地方 就沒有怎樣接收其他地方 主要就是國民黨代表其中的戰勝方 中國政府接收的 是多了很多東西的 包括了半個越南 包括現在台灣 其實當時不是國民黨政府 蔣介石是有條件 名義上他有條件 除了民軍的建區 他是接受你投降 他是最高指令 所以當時就地接收 是接受你投降 第二件事 不表示你有任何所謂territorial claim 即是不表示任何領土的主權 只不過是接收 他接收到那個地步 是被人喝著他要回頭 即是托管 未到托管 是麥克阿瑟 抹擦蔣介石 要他撤退軍隊回中國 即是擺明 你明白就是 蔣介石當然日本人打獲金 那時候第一天第二天還未開始 一個三七已經打 之前你說北伐之後 二七年叫做統一中國 一直都是跟日本人過不去 所以其實中日的爭霸 一直都在進行 如果你純粹站在外國的立場 日本人侵佔我領土 侵佔我東北 侵佔我滿洲國 這些可以說很多事 不過就不只是那些地方 爭俗的地方 包括了以前中國 claim 是他繁熟國家的東南亞 尤其是南亞這些 我要加一點 加一句 就是真正和日本有手 是國民黨 並不能是共產黨 日本對共產黨有因 有因 是毛澤東承認的 他承認了兩次 大家麻煩自己出方史 整理一下大家的歷史 我們叫做框架 那個frame of reference 就是paradigm shift 不要以為這個南海問題是最深近的事 原因就是 其實一向都是 任何大中華家 大中華帝國的領土概念 東南亞是他的繁熟國家 包括了朝貢的越南 尤其是越南 鄭和西洋的年代開始 當成南海的後花園 自古以來的極其留意 還有補充少少少 剛才蕭公說的越南這一堆 為什麼他可以有條件 他現在伸了一手去越南 美國主力想拿回菲律賓 因為是他的前殖民地 跟西班牙打完仗 美國拿了 然後被日本人拿了 然後馬克拉斯說 我一定會回來 他那天回來 就主力拿回菲律賓 法國才是越南本來的殖民的中主國 法國那時候搞不定 他六個星期之內被德國打敗了 之後東亞地方這麼遠的越南 更加變長莫合 所以他那時候的國民黨政府 更加有條件伸出越南 更加有條件伸出越南 還要比你說的 其實如果大家留意清楚 所謂的邊界爭議 沒有所謂的1947年的九段線之前 那時候十一段 如果你看回這次海牙的仲裁法庭 回到那個案子 其實成立時間 海牙的仲裁法庭是1899年 1899年已經有兩條條約過了 海牙和平條約 而當時這條和平條約的參與國 是包括了大清政府的 然後大清政府分別在1904年和1906年 兩次用南洋水師 到西沙南沙群島去插旗 也就是說 早在大清亡國之前 他們已經意識到 要參加國際秩序 用一個國際標準去處理邊界問題 因此一簽完海牙的海洋條約和約之後 即時第一件事 很聰明地 即時去西沙南沙插旗 插旗這個值得講講 清末插旗那個叫做廣東的水師提督 清末的水師名將 他最精彩的那頁 除了插旗之外 就是黃花崗起義那頁 他就是及時殺一大堆人馬 打入總督府 就掠下了那些革命黨人 所以革命黨人就爭到他入骨入地 不過當清朝滅亡之後 民國政府就對他非常欣賞 因為他真的在軍事上非常有 非常聰明 所以有讀歷史的反應很不同 即時你明白了 清朝在亡國之前 已經意識到要參加國際秩序 用國際法去處理邊界糾紛 但為何習大大到現在 清朝亡了那麼久 即時空一百年 所以早在1904年 當時有息之時 已經意識到你不能夠不跟國際法去定你的邊界 如果滿清沒有亡的話 反而可能現在沒有這個爭拗出現 他接觸才登 他已經在那裏插了旗 所以為何就是後來滿清亡了 然後民國又搞到天下大亂 然後又亡了的話 令整個南海問題變了灰色地帶 你插的旗大家不認數 所以就有一個很過癮的爭論 亦都是這次事件未出現之前 你如果看回1972年 這個台灣 即是中華民國政府被人踢走了 離開聯合國之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之後 其實沒有明確說到 這個所謂南海的疆界問題 他說是繼承了 但是從來沒有處理過 你中華民國做一個太平島 是駐軍的 你處理了沒有 你又沒有處理 維持內戰狀態 接著去到這個所謂 國際海洋條約 就是1962年開始起草 最遲是去到什麼時候呢 1982年簽訂的 即1973年談好了 逐個國家去簽簽簽簽簽 中國有份簽的 去到1983年的時候 全世界已經承認了海洋條約 今次你會發現 仲裁的文件裡面 整個連結 原文承認 給大家原則完美看 不要說錯誤別人的東西 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說到底有沒有自古以來 這件事 關鍵的字眼就是 既然中國自己簽簽了海洋條約 在他簽簽簽那一刻 他已經放棄了自古以來的理據 這個很重要 即是說你有兩份合同在手 一份舊的合同 大家打完官司不清楚 一份新的合同放在那裡 你簽簽了 那你當然是新法 優於舊法的 大哥你不能不認這件事 你現在認了這件事 你以前還可以怎麼再認呢 今天的我打到昨天的我 就是唯一的一個可能性 兩份都不認 兩份都不認 你才有這個可能性出現 如果不是有本事 你打了他 你不要認海洋法有份簽 你簽得海洋法 你就預約過 你預約過你就放棄了 至少是自古以來的法理基礎 沒有這件事了 不好意思 還有對不起 我講自古以來 我真的昏迷 我真的一聽一聲這句 我想我次次 為什麼老美呢 即是不過錯 我不可以的 我看過這個外交部 我就血韌高 阿姐本來血壓低 這是另外一個新鮮 而來的故事少 因為老美 即是看過外交部 一出出來 你不要管她的紅女 或者華春瑩 哪一邊春過都好 為什麼她一開聲 我血壓馬上正常 本來很低 可能是頭暈的 然後都正常了 現在是國安 不是是國防部 很多部門都正在說話 外交部最新的說法 就是法官收了錢 不是 那是國防部 不是那是外交部 是國防部 不是 我看見是外交部發言 我看見是國防部發言 你說是外交部 不好意思 為什麼我記得是國防部 我就說 這次不是外交部 可能兩邊一起說 兩邊都說 外交部不是說這件事 不是說收錢 說法庭收錢 法官是掙錢的 他們掙的是菲律賓的錢 對不起 我用台灣匡 沒辦法變成大陸匡 然後 不知道還有誰的錢 說不定還有其他人的錢 這些是她自己大陸的意識犹態 法官收錢 大陸是這樣 你只會透露國情 對 但事實上海牙那邊 國際法庭這件事 八年老店 其實是相當有公信力 她未必有執行能力 今時今 但她的公信力是相當高的 國際仲裁法庭 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 的人在裡面 這個機構不行 你先撤退人員 你先退會 還有剛才護理王說的自古以來 亦是反映了她一種歷史霸權的意識 他們有一種意識就是 我中國五上下五千年皇帝 所以他們想著 你們收哪個國家 只有幾多年 百多年 我來過你 我來過你 我存在的時候 你們都不知道在世界什麼角落 你爸還沒生 你爸還沒生 為什麼這件事 其實跟本土不是無關的 你反過來看 如果她說 這麼早簽了的國際條約 她都可以當沒有到 那你的基本法 她當作什麼 那中英文學聲明 她的國安是什麼 她不是說自古以來 香港是中國領土 一樣是這種意識的辦法 如果這樣說 我回答她 國際條約是廢紙一張 我說香港自古以來 在一段時間更古 你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南越王朝 香港在秦朝的時候 是南越的 漢才變成了番茹 所以如果你要講久 不要緊 你要多古 我和你多古 但從我的低微理解釋 有一個叫做有效管治 你有有效管治 你才有主權 如果你說我不是的 我曾經經見到她 我看到就是我的 金城姆也是我的 C朗也是我的 Johnny Depp也是我的 看到就是 你隨便找一個舊地圖 還有隨便找一本書 不是你提過 我發夢 看到一個地方就是這樣 你到底有沒有 這個沙站 或者衙門設在那裡 還有你有沒有駐兵 這些都是一個因素 如果是誰發現誰 那就可以了 這個月球是蘇聯的 美國的 太空是蘇聯 蘇聯第一國 加加林送太空 這些所謂subcensive的事 講通宵都講不完 最簡單的 那個仲裁法庭 就是那個理據很簡單 你既然已經簽了一個 新的國際協議的話 你以前claim的東西 就已經不再存在了 你自己承認 最直接的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 你說自古以來 他是用歷史達人 如果你真的很尊重歷史事實 很尊重自己和對方的歷史 OK 大家還有道理說 避在你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多尊重歷史 大家都很明白 是不是 文革你敢不敢說 抗日戰爭你說是他自己的功勞 那大家完全明白 你那個所謂歷史感 到底是 是為政治服務 還是真真正正 你說的是歷史的事實 所以變成了 另一個很吊詭的事情 即將會發生什麼事 你明知道現在和泡了 輸了 不能再回頭 你認為自己 邊界或管轄地區的 所有法理理據 這次就被這個仲裁法院 一次過推翻了 你說他不符合國際法人 你也很傻 你說法院不符合國際法 你帶的法院去你很厲害 即將會發生什麼事 現在台灣為了補鑊 因為他被人賣了豬仔 台灣又不是語眾國 無緣無故推翻太平島 於是台灣現在派了戰艦 去太平島 去太平島 免得出事 然後解放軍 還在南海演習 是實彈的 美國人 你很傻 就行駛他的航道自由 繼續走 分別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 你所謂的領土的話 你距離你的領海 是200海里的 OK 但如果不是的話 你只有所謂的海礁 是12海里的 很嚴重的 變成公海 200海里是專屬經濟區 是專屬經濟區 即是那些漁民在那裡 不停捉三文 不是 三文魚 捉什麼 捉魚 掘珊瑚 你喜歡做什麼都可以 鑽油台 有些動物是國際保護不能夠用捉的 例如海龜 他坐著你也傻了 也穿著 菲律賓那些 他們相對來說會比較遵守 菲律賓會相對遵守 但是在中國 炸魚、毒魚什麼都齊了 在南韓那裡 南韓的漁民 直接去捉中國漁民回去 交給南韓海警 算好了 印尼就炸了你的漁船 還有俄羅斯也打沉你 所以很頭痛 將會發生什麼事 口硬了一回事 沒有用 為什麼呢 因為你說 我沒有為洋 你這麼大的戰艦 一千人一艘航空母艦 你很厲害 你無緣無故填了海章所 那些島礁 變了你的空軍基地 問題是 人家隨時反告你 或是非法侵佔 此其一 第二件事 人家行駛航道自由 你敢不敢炸他 現在最簡單 人家真的走到十二海里外面 你炸他還是不炸他 有本事你炸 他不是找一艘船追一下你 沒用的 你不干擾別人的航道自由 再這樣動的話 真的上去另一個角落 就不是海牙的仲裁法庭 直接是聯合國際法庭 你現在是軍事挑釁 你侵略我的船 你攻海 即是說你是海盜 明白嗎 你變成海盜行為 到時真的是國際法庭介入 中國是否敢挑機挑成這樣 就很過癮了 所以有人說 中國很好打的 甚麼都行 我今天跟那些銀行為 快樂一點 快樂一點 今天我們跟那些銀行為 坐下一樣東西 你數這麼多武器沒有意思 我只是數一個很簡單的數據 我之前已經寫了幾年 大家都有留意過 都知道甚麼 中國的戰略石油儲備 是 三十天 你說了很多次 真的不夠儲備 很多次 但這幾年會不會增加了呢 沒有增加到 Sorry 所以過去的十年 中國的石油儲備 不單止沒有多度 更少了 我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大國崛起 這麼厲害 不要來喝 那你就想想 日本的戰略儲備 一百二十日 美國更加不用問 不用問 他自己是大 產油鍋 你對著一個沒有武裝的國家 別人都會長氣過你 而這個南海的航道 正正就是中國輸入石油的命脈 中國超過60%以上的石油供應 都是經過這個南海航道供應給中國 萬一你真的打起來 別人是截你的船的話 中國有30億的石油跟人打 除非你的攻擊能力 就是閃電到 比起這個 美國打中東更厲害 美國打中東也不止30日 除非你有本事的調動能力 是這麼厲害的 30日之內 可以掃平美國 在這個前提下 你就不怕不封鎖 如果他30日能夠掃平美國 我覺得他不敢打 那些權貴所有的身家性命都在美國 這個另一個考慮 這個實質考慮 不能夠拿以前毛澤東時代 或者鄧小平主政初年來比較 那時候老母五十年代打金門 六十年代跟蘇聯過不去 七四年打西沙 老等七九年年初打越南等等 當時中國的權貴在海外的利益 跟現在完全是沒有得比 他打仗的時候不會影響到他們自己的切身利益 你如果跟美國現在開戰 你想想美國人手上掌握了 你們多少權貴的身家性命在他們手上 多少資料在他們手上 那這個時候大中華交 或者外國人就會跟你說 你知不知道中國是美國國債的第一 海外債權人 第一債權人應該是聯儲局 小美國夠不夠 我們中國 噴不要噴 我就是這樣說 這個債主肯定餓過你這個債主 我肯定餓過你這個債主很多 我不含錢你就死給我看 你這些借錢給美國就是漢奸行為 如果你從外國的角度說 你應該由他死 美國 借錢給他做航空商 你來漢奸 你怎樣小學雞數一數 你都數不到中國有勝算 不簡單 所以他就預先說自己不會接受 你不照一回事 結果就是別人不理睬你 你不理睬人 別人都不理睬你 我照著航空是十二海里 你咬我吃 我想問一個問題很低能 就是他一直說美國 不是海洋不知什麼的 不是千萬有國 他沒有權 而且他們沒有這個 美國不是與眾國 不是有沒有權的問題 現在就說他干預 我告訴你 那個法律後果很過癮 你說什麼都沒有用 現在是海牙國際仲裁法庭 根據國際法 判了你沒有任何領土主權的基礎 好了 等到十二海里縮回到賭招 你既有佔領 我當你是先選 極其的十二海里 人家碰走碰走 在你面前 你想想 你說我不當國際法存在 我炸他 人家是否這個海洋條約簽約國 就不再重要了 你要明白 根據這個國際法 你的船本身掛什麼旗 就是什麼主權國的 我掛著巴拿馬旗 在我的船那裡註冊登記 你的船上面 就等於巴拿馬領土 你是不是想襲擊美國領土 你是國與國之間 你襲擊人家領土 這就不關海牙仲裁法庭的事 直接拿去聯合國 國際法庭判 是戰爭罪行 你是不是對我孫子 你想想對我孫子 就這麼簡單 還有 你 還有 明線 除了法理之外 你在外面都是要看自己的手刮夠不夠壓力 這個很重要 俄羅斯曾經試過真的用遠程機 重機槍掃下你一艘中國船 他說你先走 我掃你就掃你 我說你是中國領土 他不敢 也不敢 那次是開心威 是開心威 是幾年前的事 三年前 他真的用重炮來掃你 很開心 又錄音 因為俄羅斯打的時候 嘩很開心 任我們吐 這樣 你中國嘻嘻都不敢 都沒有嘻過 始終也是的 相比於台灣 其實台灣更加有牙力 還有一個優勢 他在1946年已經去了太平島 實際控制在上面 踩了十年 太平島是0.51平方公里 比梵蒂岡0.44平方公里還不大 他有淡水的 有直批的 台灣亦證明了 我是有效管治 而且可以住得到人 他上面的天然之源 完全支持到一個正常人 在上面的生活 一個島 所以他是招還是島 台灣透過國際法 將來還可以爭辯 這個很複雜 或者為什麼 因為到底台灣有沒有一個所謂 與若國的地位 在仲裁法庭上提出申訴 這個是問號的 1972年他已經不再聯絡過成員國了 到底他現在有什麼地位去申訴 這個很大問題 看看他如果有機會去申訴 他就會開拓到國際空間 你想想他在國際上的約勢 經常去非洲、拉丁、美洲送錢 都是在鬼黑球 現在不是 我就有戰艦、有軍隊 動睹在最大的天然島、太平島 你任何一個國家承認我都好 我就是有我的戰艦 有我的軍隊在裡面 70年我還可以隨時爭兵 哪一個國家說這裡有主權 你都要來問過我 是呀 所以台灣這次表面上好像是 被人與央及辭職 其實如果蔡英文是資金的話 外交上等等還可以玩很多 蔡英文一點都不蠢 蔡英文即時反而派戰艦去太平島 直接奔上戰艦那裏 鼓勵士氣 直接派戰艦去太平島 你認不認同他那個 結果不接受這個仲裁呢 台灣沒有聲音出的 他不是語仲的一方 人家被告中華人民共和國 台灣和遼國都沒有地位 國際上是隱形的 在這種情況下 就變成了忽然之間的實體存在了 你有沒有權力提出申訴 這個非常過癮 由透明變回遊行 你有沒有權力提出申訴 你不理會他 最重要是有個實力 現在大陸那裏的島是剛剛新造的 法理上或者基礎上 遠遠比不上太平島 另外一個判詞就是說 他現在的填海是直接違法的 直接違法啦 破壞生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很快要填海工程 因為很簡單 他說你破壞了那個島礁 的天然條件 在這種情況下 他就直接當作毀滅證據 因為你連法庭想判的基礎 都想推翻 如果法庭要派人去實力 你會堅持的 你堅持的 你堅持的 很簡單 你兩個人在打官司的時候 忽然間找到證據 你會當作是甚麼 我一堆壞了 就堅持了 堅持了 所以法理上的菲律賓官員 是全勝的 除了全勝之外 一石擊起千重浪 所有南海相關國家 都稍後 遇到他們了 越南、印尼、馬拉、泰國 全部都有去旁聽 日本也開始更加差距 印度一樣要 你的祖國 這次 為什麼我猜猜呢 有原因 我是熱衛印度 但是這次很不開心 支持中國在南海擁有主權的66個國家 有印度分 印度和他的仇家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是正常的 肩甲 還有俄羅斯沒有份 吃花生的 俄羅斯是沒有份 還是北韓沒有份 我對你講一下 真的自己爭取 是不是講錯話 應該就是說 巴基斯坦和印度 肯定是有 肯定有 但是我忘記了俄羅斯還是北韓 總之其中有一個沒有份 被人嘲笑 他的好兄弟 為什麼不見了 其餘是非洲 一帶一路相關國家 債仔 穿著樹葉 披著手臂 即是不用還錢的債仔 送的那些 無償貸款 受益人 人們就在笑 這幾年的錢沒有百派 但是那些支持是沒有意思的 還有你捐這些所謂的領土 有時候他其實是政治掛水 原本是國民政府時代 1947年捐是十一段 那兩段去了哪裡 哎呀 好好的問題 應該很適合譚博說的 譚博說的 他已經在1953年的時候 送給越南 為什麼1953年要送給越南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共產革命形勢的需要 五十年代一直跟法國打 他要支持越南 什麼什麼什麼 鎮南關都要改為友誼關 就是為了一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局的政治利益 就連自己聲稱擁有的領土都不要 這個也不是唯一的個案子 不是唯一 最接近的個案子 反而是去年那件事 不要留意 去年就是有一個叫納夫納島的地方 印尼那裡 送給印尼的 好過癮的 那個肯定大過這個 關鍵啊 在馬六甲附近 那是最關鍵 最前沿的地方 放車那裡 真的 自古以來住了中國人 有漁民有幾千人 這些傢伙一向都尋求要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為後來二次大戰之後 印尼乘機就爆了 拆了旗 真的乘機 很多中國人都沒有辦法 所以當地的中國人 要求真正回歸 回歸中國 最初就是中華民國 後來過了七二年後 中華民國沒有了國際地位 他就想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 拉鋸了很久 到了最後去年 中國外交國 就低調地不想來宣傳 但其實就已經確認了 立夫立島是劃歸印尼的 那你就想想 這麼戰略位置重要的島 住了這麼多人的島 真的自古以來 都是中國人住的地方的島 送給印尼的什麼意思呢 你說中國人 又說印尼 我就想起五六十年代的印尼華僑 很愛國的 真是愛中國的 最後中國是不要你們這些人做中國人 而當印尼大殺華僑的時候 他去了哪裡 去了哪裡 所以他為了 專機接自己國民回來 為了政治理由 他可以不要領土 可以不要自己海外的人民 當年柬埔寨、越南那些全面赤化的時候 當地的華僑 看到美國或外國人 連狗都拿上直升機走 他們一句說 因為華僑比較有錢 讀書多 他們一定要殺知識分子和有錢的人 你說赤簡 對 還有一些肥的 肥的人 吃得多 就是這樣 所以那時候 肥是有罪的 很危險 赤簡是誰的馬仔 你不要看手臂 很多肉 赤簡是中共的馬仔 是毛派 最極端的毛派 從來這個藍沙的事都是政治問題 你不要說什麼神聖領土 如果有這個原則存在的話 你不可能去年送了納夫納島給人 就這麼簡單 完全是政治 第一條片 你是中國人 你是中國領土 自古而來 全部是政治服務 為政治服務家 所以就算是自古而來 很多歷史學家幫你研究這些歷史理據等等 但問題是他們都是要受你的政治任命 即是說你研究歷史 你是沒有一個自由的空間去研究 你只能夠為國家的政治政策去服務 所以這次被人看穿了 不要說是紫老虎 紫得很厲害 如果是納夫納島都可以送走 其他屬於藍沙群島的領導爭端 誰不可以送走 只是看情況 只是看情況 所以你現在表面口硬 說我有戰狼派 我會射飛彈 你猜是誰比較害怕 你想都想到 中國是沒有可能打得贏這場仗 他自己很清楚 沒有可能 很清楚 亦都就是說 按正常推理 中國即將被人壓住 快點 一定壓住 是沒有還手的情況 只是壓住 他想裝多有面一回事 所以這件事引申出來 就是小的國家來居住 越南 泰國 印尼 馬拉 一定居住 我想問一件事 就是我聽了馬丁正老師說 這次中國 當然我記性不好 我又記不得他講的 細節 但他就說 這次中國 似乎 他的大沙羊 是扔了血本 扔了很多錢 他的艦隊有很多隻船 煙花會演 然後用了很多什麼 煙花會演 煙花會演 還有大龍鳳 是煙花會演 在後面 在紅衣水桶 那裡在水中 哈哈哈哈 你就是很無奈意 入水的大哥 很入水的大哥 遲年煙花會演 後面在水中 但是馬律師就說 他很驚訝 即是說 未見過中國老共會這麼扔錢 去做一場煙花會演 凶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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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給大家看 不要動我 我好激的 這些就有點像清末時候的北洋艦隊 李鴻章的時候 李鴻章的時候 李鴻章 李鴻章很厲害 其實李鴻章當時知道 李鴻章是嚇人的樣子 但他真的知道不可以跟日本打 所以當日本來的時候 李鴻章真的避戰 都說了 最不想打仗的人 李鴻章 因為他們最知道自己的底子有多少 現在的情況 中國是比當年的甲午戰爭更弱 當年的甲午戰爭 第一 中國船堅炮來全世界排第三 敦位和炮位 本來是 但要提一提 因為 又是政治原因 因為這個老乾婆 這個很假的 都很假的 他拿了錢 沒有給軍備 不是啊 即使他拿了錢 做軍備 也不可能改變到 他之前錯誤投資的後果 這個題外話 不好意思 什麼錯誤投資 錯誤投資就是他太快 花了太多錢 買了冤枉的舊軍備 所以他戰艦的敦位 炮的數量 全部都是全世界排第三 好過死大 不過 人家用最新你用最舊 是啊 一支炮 你三分鐘發一炮 日本仔 野田艦 一分鐘發三炮 你計算吧 你射一炮 就打到狗野 除非你一炮 能夠堆壞別人一次過歪包 以那個口徑來計算是 問題是很笨重的 人家和你打閃電戰 所以隔五戰爭的時候 日本的海軍力量比中國更差 但我想問一個問題 以火力和敦位 日本的船速快 快很多 他輕裝甲 小、靈活 快很多 你反過來看 你中國現在的火力 以海上來解 我不算是陸上 你想想你敦位 炮的數量 飛彈的數量 其他大隻的加在一起 日本現在不能跟你比 不過現在不是跟你比日本 美國 美國 整個第七艦隊在這裡 第七艦隊在這裡 你怎麼跟他玩 你玩什麼 你這隻遼寧艦 都還未能正式參戰 還未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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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日本 還未有足夠信心 打敗北洋艦隊 問題是這樣都打得贏 但居然贏了 但他就是空殼 其實老實 日本人都沒有李恒章這麼清楚 李恒章更加不想打 更加清楚 還有我說不出名 不過當時我看一封信 古文 看到眼睛都突出 就是當時的日本海軍 總司令 伊東有亨 謝謝你 寫一封信 給當時北洋艦隊的大佬 說不要打了 我們不想死人 大家都不要互相傷害 寫得很情真易切 這個就是有些假的 為什麼呢 通常都會有這些信出現 是嗎 是 日本人很聰明 當年日本人的間諜 已經滲透了 他們整個華北 都知道你每條行刃路 什麼時候關燈 所以日本人打你北洋 早有預謀 當時日本有 他都不敢必定勝算 他有早有預謀 他不是必定勝算 他只是拼一拼 但所謂情真易切的信 外交手腕 我當然是說不想打 你真的不打 最好他拿了韓國 當時教育是爭韓國的 中國是被迫出兵去打 但這樣更加顯得他指老虎 他為了保護自己的弟弟 但就出事了 保護不到弟弟 小弟沒有了 所以現在更加 情況一模一樣 當年有一個韓國 你的繁國要你保護 於是你被迫要派兵去增援 然後中途被人截劫 一抖也沒有 殺了 遼東也沒有了 那個時代 如果沒有記錯 是韓國大遠軍的時代 所以反過來看 現在人家浮來南海 第二個問題是 你打還是不打 現在更加不敢打 你怎麼打 你怎麼打 你又又沒有 你這隻藍又要不遂 是不是 你只會在那裡放煙花 即是現在的海軍實力 比當年滿清環要差 那你怎麼打 他放煙花 他只會嚇到我隻貓 你明白嗎 我看你的貓不是很害怕 你玩得很開心 我的兒子應該會害怕 躲在媽媽抱 但是人是不會害怕的 他更加害怕的是 他自己製造一個 非理性的所謂民族主義出來 假設你真的有些什麼 已經輸了 你知不知道那個民族主義 會對付哪一個呢 他現在是靠一個 表面的經濟發展 以及所謂民族主義 我講所謂 來支持他的政權 很快樂 北京發出一個訊息 就是以和為貴 和南海諸國達成新的關係 你真是太厲害了 他已經說了 會繼續協商 他不用以後的已經說了 但你知不知道最討厭的是什麼 居然菲律賓的新總統 都不能生性地 說很樂意和中國溝通 你覺得有些骨 可以嗎 沒所謂的 因為我會知道為什麼 這個菲律賓總統 未必一定要放很久 會自然 第二樣 你以為菲律賓總統 可以帶到菲律賓人民嗎 傻的 到底是民主國家 就算不是民主國家 但已經通街已經有時銀威 對 通街有時銀威 所以你總統想要拿什麼東西 可能都是假裝朋友 最後就拿著便利 拿著便利 拿著便利 他不一定會享受你這些東西 明白嗎 你違反國際法 你不想怎樣 我只想要你少些 你記得2011年 阿基諾三世訪問北京的時候 北京都拿了很多優惠條約 對 是不是 不知道我爭拗你 那就是 這些說得多 不過如果香港有很多 港珠說 那是菲律賓人事事件 為什麼 阿彥不幫他們出頭 你自己 制裁菲律賓不吃的香蕉 不吃的芒果 都有人說 怕會影響香港經濟 人家菲律賓看穿你 所以 港珠這個 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香港很帥氣 因為這個人事事件 是吵的 就說 不讓外交人員 有一個特別的通道 三個禮拜 因為梁振英去到菲律賓的時候 坐在一二角聽 聽阿基諾三世訓話 三角排排坐 香港因為沒有外交地位 他 即是 拆爆宇宙 無所謂的 他沒有外交地位 他看不起 現在的大環境就是 中國現在隨時拆爆宇宙 這樣才是麻煩的 你保護你杯水 你保護你杯水 好會你的主權 好會你的主權 好會你打貓 他擺明侵佔你 因為你打他 我就會出兵 我不打貓 我可能不打貓 這個有實力 相對實力 你看台灣 大家可能不善亡 2013年 菲律賓海警的巡防船 打死了 開槍打死了台灣人民 馬英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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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集中海軍 巡逆 甚至演習 然後 不斷 用外交的方式 雖然沒有直接外交關係 但因為你有實力 你真的有實力去企眼 最後 逼到菲律賓總統 要找他的代表 駐台灣辦事處的人員 代表他本人 菲律賓人民去自協 但要說一件事 我覺得 暗淨有另一個伏 就是兩個同一個大佬 你明白嗎 大佬出聲 你們兩個小的 即是華盛領擺平 是的 那你也要硬得起來 跟別人打 你也要硬得起來 即是你擺出一個款式 現在老習就是做這件事 問題是沒有人幫他擺平 他以為他的煙花戶已經嚇到人 沒有人害怕 而且還有一件事 到底老習他國內得到多少支持 是希望他在外交上有出風頭 可能有很多人想看著他 這是另一個暗勇 你看他全身部署七大軍區 你也知道什麼事 他怕軍心不穩 軍心不穩 掠下兩個軍委副主席 你說他是大老虎 的而是他大老虎 不過你動的軍頭 下面呢 你想到的了 所以其實他自己暗勇了極多 所以其中一個說法 會不會有機會擦槍走火 被迫要對外動武 來引開國內的注意 又像當年李鴻章 又或是當年鄧小平打越南那一下 說對外用兵 其實是震懾國內 這個也有這麼說法 不過人家那個叫鄧小平 你要去到天下歸心 他現在已經沒有了方法 即是北方所說的 所以我覺得他已經去到武棋 已經逼著假裝打仗 不是假裝不起 因為他打不到 越南的鄧小平真的真的開火打越南 其實我很黑心 你想一下他夠不夠開火打他們 我很想他打 即是我知道我很黑心 我唯有幻想 全部是無人機 無人戰 什麼都無人的 總之我想 即是有一個字叫豬 色增懷豬 即是要學蜜中的人會知道 豬是豬殺 但我不是想豬殺人 我不想人死 我不想海洋生物死 我只是想中國的一種橫蠻無理霸道荒謬 死 講完 你很慈悲 其實還可以的 夠不夠 剩下最後四分鐘 我想說一些完全不費 但關於我們節目事的事 不好意思 就是為什麼呢 其實說了要回應 有一個人 就叫Bo Tang 我可能會過時間 煲廳就說 問我 旅王是否籌備九月國族 近來高調轉會 頻繁露面 已來不少猜疑 好像是爭奪 接著 同一個人 他就說 旅王當日如果和盤 托出決戰中環 在前大台 對不起 前不前 只是播出一次 就消聲匿跡的真相 我想旅王就不用一路 揹著是非禁 去到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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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等我當日四圍問發生什麼事 就沒有人答過的問題 就當沒什麼發生過 還被人罵 說這個聽眾多時 之後呢 就到黃師傅 為了業務離開 接著見到探長忍退 令人直覺覺得你們很不爭氣 好像被鄭聖老人 批判你們這班所謂的伴將 都是覺懷鬼胎 始終都是為了利益爭執 而四分五裂收場 為此 就在前大台有感而發 怎知就被某女主持 都只有一個 力斥無是生非 他就說 今天女王再次出走 變職野來肥台長 即我們以前的拍檔 猜疑 我想今時今日 女王已經難自清 如果不自便便 就被人進入罪名 我很快回答 我不放評論 我不放感情 我只會把這件事告訴你 就是在前大台 即是兩個字的台 做了一集 當時做了一集 時間很難遷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那邊 只是辦公室時間開 如果要辦公室時間 因為蕭公子要上班 一半天有三間 就要特別找人來推咪 那時候我們跟推咪員和探長 因為探長負責技術的事情 我們自己私底下 協調之後 就決定去探長家裡錄 所以我最近這兩天 寫了我們第一集 只有我和蕭公子 我記得 就在探長家裡 那次不知為什麼 就是推咪員還是探長 包括我本人都有錯的地方 就是我們沒有通知到前前大台的當事人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打算推咪員 負責開門進去 打算 那就不用驚動他們 結果當事人很生氣 就覺得你們不要再做了 他們就運用民主力量 把我們選擇了 不再有決戰中環 是啊 同時探長也在場 沒有留意 當時探長也說 不再做這個 我當時跟他有一個節目 這麼失敗 就沒有做了 所以我就離開 因為這樣而離開前前大台 並不是我想離開 在我進去開會之前 會計就走過來 問我收回七十多元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錢 原來就是我從第一天在那裏做節目 到最後那天 喝過這麼多半的Coke Zero 的費用 問我收回 Coke Zero 是啊 但是老實說 我是有提供過錢進去那間公司 我提供了我想 第一次是七千多元 第二次就是參加他的大活動 那裡大家提供了三萬多元 那我是其中一部份 但是這些事情 我說了出來 你們知道了 我覺得 是不是一定要交代 我是這麼久以來第一次提供 其實 人家不是很有錢 要你提供的嗎 我不知道 但是anyway 我做了 那我不後悔 我覺得缺戰可以做到現在 是奇蹟 都要有聽眾支持的 真的 多謝聽眾 多謝聽眾 下一個再見 還有下一次的節目 就是禮拜五的聚言堂 都是11點鐘 拜拜 再見